下边我们调一个浅绿,再浅一点,用它染反面。 在这个反面叶子,梗子一样,梗子也是浅绿的。 如果想个行哀的,可以练起来染。 这个反叶,如果练的时候可以起来染,梗子。 第二次勾线就勒。 下面我把手干染上,现在要调软手干。 调一个藤黄,加褶石,再加一点淡末。 基本上是淡褶末,这一个笔。 这个树比较黄一点。 另外一个笔是比较黄的草绿。 比较黄的草绿,不是很绿的,黄的。 两个笔来接染。 比如我们已经染好墨了。 那么这时候可以靠上的地方, 淡草绿染一染。 靠下边用折磨的笔来接染。 有的地方也可以交叉, 折湿染上去也可以。 你们这里边就折磨,是吧? 这按面都用来折磨,黑的就是重复的一样。 比较亮的地方呢,就是拿草绿。 再用一个水笔,水比较多,把它接一下。 这多少笔比较干。 我们这么染完了以后呢, 我们再调一个浅一点的桃黄白粉。 那么白多一点,黄勺一点。 然后呢,用浅塘绿。